哈喽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小强哥哥 今天小强打算用小号来拆布家 原本我还想拆隔壁六庄的 但小萌看见这家人很漂亮 死我让我先拆他 哎哟又人来了 这么晚还不睡吗 现在都往上一点多了 小强以为没人才用蒙德拉贡拆门的 没想到还有这么一个夜妈子真是够刚的呀 这等装备不错呀 未来铠甲配个1WP5 小强原本还想和他杀一波的 但他后面还有队友这就麻烦了 咱们还是快点溜吧 就小强这装备不一定能扛住他两人围殴呀 小强也是带他们罩了一大圈 总算是甩掉了 哇这两个士兵玩具好可爱啊 小强我也好想要 要不再买一个呗 这一个要500个金铃铛的 我可买不起啊 这个强势也好可爱 我也好想要 待会我就客机买它们 真是太可爱了 别你得忍住啊 这东西不实用 要那么实用干嘛 好看就可以了 反正在其他 不是由你保护我们 你这话说的小强都无法反驳了 圣诞节也快到了 你打败送我什么礼物呀 什么鬼 怎么话题变得这么坏 你的意思是不想买礼物送给我咯 没有 我已经准备好了 到时候总给你一个大惊喜 女孩子真是太爱美了 尤其是可爱的东西 他们压根没有抵抗力啊 心疼小强的钱包 小强也是和这人打了大半天 咱俩真是够瓜皮的 他也觉得打不动我了 直接就用正报上炸我 我去还别说 这伤害真是够疼的 他队友也过来支援了 咱们还是快点溜吧 这里离离岛不要近 去那边收拾绝对没问题 小强 你到底准备了什么礼物呀 你就别问了 知道就没精细了 我现在在PK呢 需要集中精神 这是要集中什么精力呀 你哪一枪啊 这不能怪我呀 之前一直玩步枪 现在用喷子打架 命中率低点也是正常的嘛 况且这人还奔来奔去的 特别难打中 还有小强的走位也不错 咱俩的情况半斤八两 嘿嘿 最后他也是被小强靠长了 被溜溜的逃走了 原本小强还想休息一下的 没想到正常又回来劈了 我也不打了 直接走位 就是打不中我气不气啊 这人也不知道 是不是被小强气傻了 居然想要夹子 还解下小强 这也太逗了吧 瞧这边是放不了的 你就别多么开心了 果然喷嚼的属性不太好 打了他这么多枪 都没灭掉他 真是太可惜了 小强劈了这么久 也有只有他一个人来制裁我 看来这阴点人都去睡觉了呀 哎呦 这人知道小强输出不高 直接贴点钢了 还没说 想真扛不住这人的伤害 咱们和他照一下 甩掉他就坐飞机回去吧 拿着他的面回家 这人怕是会七分的吧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先在这里 我是小强 我们下期见 拜拜